放了一箱iPad在公司都是验好的 我也分类好了 你回来看一下 就这个嘛 22 Pro 又是这个玩意儿 摆得最不好的就是这个22 Pro 那边的还有七八个的还没卖呢 来各位请看啊 后面写的iPad Pro就是22 Pro 其他的都写的是iPad 18 Pro 这个好啊 学生党的梦中情人 从外观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它是单摄像头的 这玩意儿就无需多言了吧 哦 这是21 Pro M1芯片那个玩意儿 从外观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要大一些 它就要小一些 但是多一些 这个虽然没什么用 两者喇叭也都是一样的 只是设计师这么设计的而已 然后最后我看这些都是20 Pro了 最新款的外观 除了芯片和最新款的2 Pro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可惜只有这一点点 那边也没几台了 虽然这一箱加起来也就20多万将近30万吧 也没办法 行业性质在这里 我们不像那些做其他生意的 卖了 厂家还可以再生产 这玩意儿卖了找谁生产去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机市面上原装无材无锈的会越来越少 我们也不可能什么玩意儿都拿回来吧 一年自保 谁敢呢 不破产才怪 我想我的意思已经表达的足够明确了吧 我们下期再见